大家好,我面前有两盆植物 一盆名为云竹,一盆名为蚊竹 那么它们两颗植物是不是一样的还是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这两盆植物,纠根结底还是同一类植物 只不过这个云竹的话,它是使用了一些手段 才把它养成这么小,这么细的 归根结底呢,它们还是属于同一类植物 那么为什么这边的长得这么大,这边的长得这么小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那么从我手中的这两盆植物就可以看得到 这两盆植物它们的生长形态和大小有着相当悬殊的差距 这边这一盆长得非常的小巧,非常的精致 这种就是用了一些技巧之后才能够把它养成这么小的 这边这一盆大的就是它原来的形态 正常的植株,正常的蚊竹都能够长得这么大 但是它却长得这么小 我们细细的说这个云竹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第一个就是给它控养 大家看像这个云竹,我们所栽种的花盆都特别的小巧 花盆里面的养分就会特别的少 就导致这个云竹它能够一直保持这种比较小巧的姿态去生长 一直都长不到 那么这控养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它还小的时候给它打了这个矮状树 矮状树是能够抑制植物的赤梅树合成的 赤梅树被抑制了 那么这个蚊竹它就能够长成云竹 就把它的株形给控下来 它的植株长不大 那么就给它另外写了一个名字 叫做云竹 所以这就是云竹的由来 如果大家也想把自家的这个蚊竹养成云竹 就给它用这个矮状树就可以了 在前期它刚刚冒这个新笋芽的时候呢 就给它打 一直给它打 打到它 打到它不会往上生长就可以了 如果你也想拥有一盆这种比较精致小巧的蚊竹的话 那么给它使用这个矮状树就行了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